仿校柯倫拜慘案 美国高中生扬言炸学校 这名外表斯文的高中生韩森 想不到近是名恐怖炸弹客 近计划炸掉自己就读的高中 杀光同学 他自询要当世上最恶名昭彰的反社会分子 经常上网查询校园大屠杀的资料 他在托育中心打工 日前对同事说想炸掉学校 然后把剩下的幸存者一一杀的金光 韩森的同事急忙向警方报案 警方从他房间搜出弹药 猎枪和汽油弹制作手册 及一张想强奸的女子清单 他扬言要把强奸过的女子 像杀猪一样挖出内脏 韩森在法庭上坦诚不讳 面临25年徒刑 这项恐怖的杀戮计划 令人想起1999年的科伦拜高中大屠杀 美国科罗拉多州科伦拜高中的学生 克莱伯德和哈里斯 在校园枪杀了13名失身后 自杀身亡 当时震惊整个美国社会 动新闻综合报导